师父 前几次师父不是都开始了愿力的重要性吗 师父说愿力是引擎 愿力就是引擎 你的法身告诉了一个同修 讲得太好了 我读一读翻详翻详吧 换个愿力的 讲得太好了 我说一下 师父的法身说 任何的人间苦难都是在受着夜报 人在人间就很容易迷失 并不好修 说得好听 人人都希望超出六道轮回 即使在人间功德也做了 菩萨道也行了 但为什么就是临终之时还上不去呢 原因就是愿力和心念 当一个人真正的修心之后 会有一个大的愿力出来 冲出六道 视为成正果的大愿力 但是一般人在世的时候 并不是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 只是原来愿来 那么即使你业障消掉的再多 但是临终之时 自己的孩子 家人一吵一闹 已经让你忘了自己的使命 那么即使再干净 也不能超脱六道 所以很多人是很可怜的 其实修得也不错了 但是心中的愿力 还是不够坚定 不是坚如磐石 那么磨难稍稍一来 就忘了自己心中已经许下的目标 等到想起来了 已经上天了 这个天不是超脱六道的天 而是三十三天而已 所以一辈子的功德固然重要 但是愿力要时刻谨记 不要忘记任何烦恼和困境的环境 都要想到我的使命 和我来人间要做什么 要做人 还是做菩萨的 是不是有目标 有方向 还是活一天 算一天 过去就过去了 自己要心里长想 永远不要忘记初心 那是初始心 那是本性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 师父给你们讲这些 就是告诉你 即使有莲花 关键时刻 不能时刻进地院里 那么在离命中时 也很难超出六道 那要一定坚定 现在 虽然你暂时不拥有莲花 但是不是永远 有些人早点晚点也会掉的 成佛不是那么容易 师父对待你们 一视同仁 视如己出 师父是菩萨心 师父对待大家是真心 但是大家对待自己的修为 和根基 和自己的使命初心 师父能够真如师父所愿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 很多人明里学活 实际上还是做人 虽然说是个高级人 但是毕竟还是人类 并不是菩萨 师父告诉你 你要做菩萨 要知苦亦苦 你要记住师父的话 在外随苦 但是苦中有甜 你虽生活辛苦 但是佛法亦善亦乐 你也会发现 你每一天的时间 真的好充裕 特别好 切记 改好口业 尽量少言 少是非 有些事情别人其实早比你清楚了 但是人家不说 人家只是听 所以你要学习闭口 多拧听 听录音 以后出去了 录音一定要听 不可以寻找理由 由此懈怠 广播里很多 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一定不要懈怠 师父完全相信 你会变得更加像菩萨 师父希望你会好起来 简单一点 心中多想着众生 帮助众生 重回家园 多帮助众生 少一些是非变乱 多一些时间看白话 师父相信你 很快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了 师父走了 师父希望你在那里 好好修行 多多帮助原家 师父 嗯 你看看 讲了这么多 肯定是师父呀 哎呀 师父你讲的真的太感人了 就这些话 这些话不是平时有时在弟子会上也讲吗 哎呀 不容易啊 一个人要觉悟啊 真的 你说说看一辈子修有几个人能上天的 很多人经不起那种磨难 有的人经不起人间的甜酸苦辣 对不对呀 有的人经不起风吹雨打 卸载了 退转了 啊 着魔了 都有啊 完了 就完了 就没办法 这辈子就完了 结束了 所以一个人 觉得要正心正念 要自己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在做什么 啊 在思为什么 这都全部要懂的 明白吗 明白 那师父您说很多人是很可怜的 其实修的也很不错了 但是心中的怨力还是不够 不是坚如盘鞋 那么磨难稍稍一来 就忘记了自己心中许向的目标 等想起来 已经上天了 这个天不是超错六道的天 而是三十三天而已 师父那灵中的怨力没有了 那你超错不了六道了 是这样一点吗 肯定的呀 六道是我们的目标啊 你超错不了六道 你这是天赋想尽 你还得下来啊 哎呀 你比方说 现在有一些人 很有名的 有钱有名有利的 他也是天上下来的呀 只是他是遇见天理的呀 他下来之后 他用啊用啊用啊 用的差不多了 最后出事了 抓起来了呀 哎不就这样了 没办了 哎就这么个道理 没办了 你又保持 保持一辈子都没事 不出事 还能 还能好好修心 还能不享受自己的福报 而且完全就是 自度度他 自利利人 那你这个人是说 有智慧之人 你就这辈子 不会出事了呀 过分的享受 过分的开心 都会出现问题的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 那师傅 你刚才讲 即使有莲花 关键时刻 不能时刻 紧记愿力 那么在零命 都时也还难 超突六道 是这样吗 即使你有莲花 你不能坚定 没有呢 不能超突六道 有莲花上不去的太多了 对不对 那你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有签证 也不一定 每个国家都给你进去 那咋整啊 他上了天界 这个莲花变成啥了呢 师傅 天界就化成福报了呀 没了 他在天上讲福了 讲福了呀 他就在 比方说三十三天里边了 他就完了 他这辈子白修了 上辈子白修了 就完了 大问题